香港南华早报10月10日文章 连提中国投资可能很快会重新涌入英国 是时候了 中英之间 众位冷静和务实的长期商业关系可能很快到来 英国媒体报道说 中英两国财政部门高官正在为近期的经济谈判做准备 英国新任财政大臣雷歇尔·里夫斯 可能明年年初到北京讨论贸易和投资问题 双方都表示有兴趣恢复 自2019年以来一直停滞的中英经济财经对话 这种新的气氛在今年7月 斯塔默当选英国首相后不久就出现了 两国领导人在通话中讨论了经济 贸易和教育等潜在合作领域 双方还强调培育持续稳定的政治和经济关系 为了推动这一新政策方针 两国各部门将会有一系列双边对话 目前这些对话正在启动 斯塔默的竞选活动 优先考虑了新的外交政策倡议 包括对英中关系进行全面审计 仅从使用该商业术语的事实就可能表明 他更强调经济目标 而不是动荡的地缘政治问题 事实上当工党政府确定雄心 以应对英国日益加大的经济差距时 中国很可能就被考虑在内了 毫无疑问 要将这一复杂的目标变为现实 需要吸引大量投资进入英格兰北部和中部地区 工党上台后 一个中国的电池项目获得了批准 只附加了很少的条件 不可否认 这可能是斯塔默政府对中国投资者更加开放的一个迹象 尤为关键的是 即将到来的中英高层金融对话 可能进一步显示出对中国投资的宽松立场 此次对话可能为鼓励中国企业投资英格兰北部和其他地区的技术中心和制造中心奠定基础 中国在英国的投资数据凸显出中国英国经济的重要性 值得注意的是 到目前为止 斯塔默对中国电动汽车还没有采取与欧盟和美国征收关税一样的立场 这也可能支持中国在该领域的投资 与此同时 与中国改善经济关系的好处也应该延伸到贸易上 2023年 中国是英国第六大出口对象 出口最多的一些产品包括汽车 料品和机械等高附加值成品